可以去圖書館找一本Photoshop相關的書籍 然後稍微把它當工具書 稍微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 不見得一定要把它當小說看 因為如果你把它當小說看你會很痛苦 因為它一定前面跟後面是沒有連貫的 它是一個工具書,就一個說明書 那你就是主要是拿它來做什麼事情 裡面的話包含檔案、編輯 然後影像、圖層、選取、濾鏡 那這些我想你自己在玩玩看 裡面哪些功能都會派得上用場 第二個是說呢 這個右邊 左邊這邊的話 它會有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移動 比如說你要移動某個圖層 你就必須用移動 另外一個選取 那選取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按鈕的旁 右下角會有一個 小小的什麼呢 感覺好像有一個小小的標 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好像黑黑色的陰影 那這個表示說呢 這裡面有藏有其他功能 所以你按住不要放之後的話 它會怎麼樣 把其他功能顯示出來 那裡面有哪一些選取功能呢 包含就是什麼 矩形、橢圓、水平跟垂直 那還有什麼套索 還有這個地方的話 有快速選取跟魔術棒等等的 那我想各位慢慢要熟悉這個環境 那首先第一個呢 假如我們的範例是 請各位做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國旗 那國旗的部分 我們要拆成兩個部分來看 請各位先完成這邊 先把國徽做出來 再來做 把它放到國旗裡面 就OK了 所以其實它的結構 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先把 不是這個 是先把 這個先做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背景加上去 OK 類似像這樣 所以先做這一個 那這個的尺寸的話 基本上 它一定是 我這邊是規定是這邊1000 個像素 那所謂像素的話 就有顏色的點 所以從左到右1000 由上到下也是1000 然後國旗的話 是由左到右變2000 那當然這個尺寸 不見得符合 那個國旗的 他要的啦 不過我們主要是便利 先求了解啦 我們主要是把它當範例 沒有任何的那個 什麼什麼色彩 反正就是 只是把它當一個範例 好第1個 第2個的話 就是說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個國 會的話 裡面呢 必須要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先做出什麼 先做出這個 先做個圓 對不對 而且是要正圓 你不能橢圓 不過你們現在畫面上看到了有沒有 看起來應該很像橢圓 但是實際上是圓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那個 螢幕的關係 你們現在看起來比較 我這個螢幕看起來是橢圓的 可能是解析度關係 那 我第1個一定要先做個圓 裡面的話是白色 第2個的話呢 再把那個三角形 給做出來 不過三角形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當然你做一個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快速的複製 另外 另外11個 總共12大光芒 那怎麼樣快速的做 還有他每一個 一個的角度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0度好了 那下一個應該是幾度呢 這個應該是幾度 因為12 除以12 所以這應該多少 30度 那才360度 應該這個是基本的 這個 應該不是很困難的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需要怎麼樣 可以旋轉角度 再加上複製一個 旋轉30度複製一個 旋轉30度複製一個 那可以把它繞一圈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那第1個 我們 大概原則解說之後 怎麼開始 第1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檔案裡面 我們第1件是因為我要先 產生一個空白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圖檔 所以你的空白 就開心一個檔案 檔案開心檔案 那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把它輸入 先做一個國徽好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就做一個國徽 然後 名稱叫國徽 再來特別注意 寬度跟高度 請特別特別特別注意 請注意 不要用公分 預設是公分 請你改成像素 也就是說 一般 我們在產生圖檔的時候 沒有人 在跟你講說 我要產生幾公分 而是說 我要多少個像素 或者多少個pixel 寬跟高的話 10001000 實際上指的是像素 絕對不可能是公分 不得了了 1000公分的話 那等於10公尺 10公尺的 如果你今天要產生10公尺的 國徽的話 那不得了 那可能一個大型看板 所以這邊的話 請記住改成像素 寬的話1000 高的話也是1000 所以只要改這兩個地方就可以了 好 國徽 然後呢 記得這個 這個一定要改 新增一個檔案 像素 10001000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 不過特別重要 色彩模式 預設是RGB 你就先用RGB 不要像之前還有一個同學 把它改灰階 結果出來的圖變灰色 OK 所以記得是RGB就可以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一個 空白的一個畫布 不過接下來我要需要做什麼 需要先產生一個 圓 然後類似像這樣一個圓 對不對 然後在外面 再放上那個 應該跟這一樣 應該是先把它塗成 藍色的 那怎麼把它改成 藍色的呢 記得喔 從填顏色 編輯裡面呢 有一個叫什麼 填滿 有沒有 填滿裡面的話呢 請你改什麼 這邊使用什麼顏色呢 你就 顏色 有沒有 使用顏色 再把顏色改成藍色 可是你怎麼知道哪一個藍色 還是正藍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 RGB 有沒有 R的話是紅色 改成0 G的話呢 也改成0 就是紅色 R就是紅色 綠色 那 B的話就藍色 改255 OK 因為它是最小是0 最大是255 那把這個數字改上按確定 它填滿的話就會是 藍色的一個顏色 就塗上去了 OK 那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那個 建立一個 藍色的 底色 那再來剩下就是說 我需要 把那個什麼 這個圓放上去 這個三角形放上去 複製另外的11個 就完成這個國徽了 好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